和企业还有各单位合作共产 刺激印尼分为这一次 是和当地最大的国有银行 以及房地产集团来签下合作备忘录 推出了可以捐款的慈激信用卡 刷卡购物之余就能够捐款 一个是印尼最大的国有银行 一位是压加达房地产开发商 还有遍布世界的慈善团体代表 三方跨界签下这张合作备忘录 合作什么呢 原来是要把经济 房市 慈善 全部整合起来 因为有这个卡 那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慈激人 或是我们的学校的家长 还有我们医院的那个病人呢 他们都可以使用这个卡 有了这张慈激信用卡 不知可以消费还能顺手捐款做公益 使用信用卡的时候 那当然也有可以做社会公益 那也对我们的学生的家长 以后互学会等等 都各方面都大家都很方便 慈激印尼分会很幽远见 2016年从民间企业开始推电子竹筒 现在有信用卡竹筒 未来极可能会出现银行版的电子竹筒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从银行去推小额的电子竹筒 夜结盟靠彼此的优势 做强做大 毕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十一住行都离不开科技 作为捐款媒介 势必能让公益效果达到五岳福建 待新闻媒迪亚 雷斯奇印尼报导